她是阿哈德 体重比平均新生儿还要轻 饿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躺在病床 任由生命能量慢慢耗尽 走进夜门医院 您或许会重新审视苦难两个字 联合国指出 夜门超过两百二十万名 五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每十分钟就有一人死于可预防疾病 放眼全国三分之二人口急需援助 2015年缠绵至今的战争 营养不良如影随形 老百姓免疫系统严重削弱 白猴 麻疹 汉货乱等致命疾病虎视眈眈 进一步啃食存活几率 联合国穆德基金远不及目标三分之一 夜门面临当今世上最惨绝的人道危机 六百万人离饥荒只剩下最后一步 大海新闻 洛泽景编译